各位好,我是唐政委辦公室的副研究員許恩恩 在正式進入到簡報的環節之前 我們先請我們的主辦機關 我們先請組長這邊先跟大家說幾句話 各位還有花瓜我們健保所的同仁 還有其地的同仁,大家早 早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跟民進還有我們來做個直接的溝通 我知道大家都有工作 與願意花出自己的時間來希望對整個癌症盡有的群益 能夠有所貢獻 跟希望能夠讓政府了解您的一些想法 我們也很高興能夠讓各位來了解 在癌症病有這塊的癌藥的部分 還有最關切的所謂的癌症癌藥品這個部分 我們是怎麼樣再做評估 怎麼樣去跟國際接軌 怎麼樣在資源雖然有限 但是我們最好的運用 這些程序都能夠讓各位了解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一個面對面的溝通 然後大家一起來想出好的一個解決方案過來 等一下好像您也會有自己的報告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我想尖就讓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就要是雖然時間很有限 但我們就要做最有效的一個溝通 我想對癌症病人這邊的一些病痛 我們覺得絕對是感動深層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支援的玩者 也讓我們知道我們一起想法 那等一下就大家就開始 好 待會會再請組長再來做我們 簡報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我先正式的開箱 要先請組長回座 我們待會就是會再請健保署 然後還有藥品查驗中心的組長也來為我們做今天的這個說明會的簡報 好 那我現在正式的跟各位說明一下 今天我們工作人員蠻多的 然後今天我們的會議名稱也有一點點長 那我先簡單做一個說明 今天是我們行政院開放政府的第83次寫作會議 那待會會說明一下這個是什麼 那同時這個會議也是我們的癌症免疫藥品給付的病友說明會議 我們照健保署一直都有相關的一些說明會以及跟不同的病友團體有一些持續溝通的會議 那所以今天算是我們共同主席跟一個共同主辦的一個會議這樣 好 那首先議程的部分各位事前應該都有收到 那旁邊也有投影出來 今天我們預計到中午結束 那今天比較像是一個說明會的形式 但同時有我們唐政委辦公室 就是我們如果各位收到會議通知可能用的是另一個名稱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那介紹一下 這個會議本身我們為了要體現開放政府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我們會有一些開放透明的一個相關的配套措施 那包括各位可能會看到我們後面有一台攝影機 那先跟各位說我們今天的會議不會直播 但是會進行錄影 那錄影的環節會到各位可以看到剛剛主席致詞 然後我現在在做一個機制上的說明 以及我們主要今天主要的部分在於 癌症免疫藥品給付評估作業的一個簡報 跟一個病友意見分享平台一個程序上的介紹 這個部分都會有後面會有錄影 那錄影主要錄的就是前面這裡的畫面 也就是手持麥克風的我們在做簡報的這樣的畫面 並不會拍攝到與會的各位 那這樣子的決定是事前 屬內友跟提案人跟社群有先有一番討論跟溝通 那明白說大家其實不希望可以 會被拍攝到臉部畫面以及就是各位的隱私的部分 所以我們事前有做一個這樣的決定 程序上先跟各位說明 我們會錄影到11點就是前面簡報的部分 然後11點到11點10分會做一個簡短的休息 休息之後到12點結束之前就完全不會有錄影的畫面 那錄影的部分會怎麼被使用呢 我們的影片拍攝完之後會把檔案交給屬內 那屬內會再跟各位做一個確認 就是影片的內容大家也看過 確認沒有洩漏到各位的隱私等等的問題之後 那再看未來是不是關於這段影片的使用 可能也許因為已經做了蠻清楚的說明 是不是要再放到網路上等等的 這個程序會再跟各位做一次確認才去做公開 好 那但是同時我們這邊 我右手邊這一排就是我們穿這個台灣CanHelp的 這個我是我們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我們同時有一位同仁會做全程的速錄 就是會做全程的逐字稿 那包括我現在講的內容 以及到12點之前整場會議的內容 都會有逐字稿的記錄 那這個逐字稿的記錄會公開在我們的網站上 那可是這個逐字稿的內容我們會在公開之前 給各位10個工作天可以去做編修 就是如果說領獎的話 那你事後想要稍微去論事一下內容的話 或者說真的有涉及 比如說可能個資或是比較敏感的內容 你可以做稍微的編修 可以對自己的內容做編修 那如果各位希望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一個暱稱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是會把這個逐字稿內容 一個共筆的形式給各位做確認 然後10個工作天之後才公開 這個是整場的內容都會做這樣子的一個紀錄跟公開 那我待會兒會說明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有這些開放透明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但是這個是今天的程序上的部分 那如果對於今天的不管是錄影或逐字稿等等 有任何的問題 就也可以跟我們的工作人員提出來 那先跟各位說明 我們就是到11點之前會有錄影 那11點10分到12點的這段時間 就會是綜合討論 那綜合討論的時候 待會兒我會跟兩位簡報者在前面 然後會收集大家的意見 然後問題 然後我們再做同問同答 那今天的程序很簡單 大概是這樣 以上是我們程序上的說明 那同時我們也還有一個提問的一個機制 如果各位真的覺得說 不管是現場 可能是直接的發言 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或者是可能也許覺得可能用打字 會是比較方便的提問方式的話 各位可以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如果您的手機或者是筆電的瀏覽器 就是我們的網頁瀏覽器 可以打網址slido.com 進到這個網址之後可以輸入今天的日期 就是01091201 那不管是掃QR Code 或是用網址都可以進到我們的這個有一點像匿名聊天室的地方 您也可以選擇不是用口頭 而是用打字的方式 不管是用手機或電腦 來留下你的意見 那同樣的我們待會在交流QA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也會把網路上 我們看到聊天室裡面的意見 然後現場來做呈現 然後來做回答 所以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在這邊做一個程序上的一個小小的更動 就是我們剛剛經過 因為我們其實今天人沒有很多 然後剛剛也先有跟組長這邊 然後也有跟提案人這邊有稍微有做一下討論 那我們待會11點10分的綜合討論 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先請我們的提案人 也是一樣做一個簡單的簡報 那剛剛已經跟各位確認過我們同意這樣子程序的更動 那所以待會11點10分正式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有提案人這邊也先做一個說明 那會搭配我們簡報的使用 那就是先跟各位說程序的部分是這樣 那我似乎佔用了有點太多時間 但如果這個部分有任何的問題 就是再歡迎各位隨時的提出 好那接下來我就稍微加快腳步 我想各位應該在座都是有經過到這個網站 然後今天才會出現到現場 那這個是我們的公共偵測網路參與平台 然後提點子的提案 各位就是應該都是在這個提案上 5000-1的其中之一 那非常感謝大家就是透過這個平台 來讓這個公共偵測可以被討論 那提點子的這個平台是第一個成案的 就是2015年第一個成案的議題 其實也是跟癌症的相關的療法是有關係的 所以非常感謝病友團體以及各位就是對這個平台的關注 那為什麼這個今天會有這樣的會議呢 其實並不是所有5000個提案的 5000個複議的提案都會有實體的討論會議 那所以很簡單的跟各位介紹的是 行政院現在有一套制度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二級機關 像是衛福部啊 內政部等等的 都會有一位專門做開放政府政策的一位公務員 那我們這一個網路每個月會開一次會 然後我們會投票說 在這個提點子的平台上面 就是各位去複議的那個平台上面 有好多5000成案的議題 有哪一些是我們決定要開現場面對面的協作會議 那這個協作會議就是我們今天剛剛會議的名稱 那所以這個這個今天各位複議的這個案子就是被 卻評重選就是由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投票說 這個其實蠻值得討論的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這場實體的會議 但同時我們並不是就是由我們政委辦公室這邊去主辦 就是每一場會議 而是我們跟主辦機關一起討論說 用什麼樣子的形式 可能各部會已經有些既有的行政程序在做了 我們並不是直接搬一套新的東西進來 而是像今天其實跟健保署這邊合作 像是比較像是一個說明會的形式來舉辦 那我們每一場協作會議的規格 時間跟辦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今天算是一個比較輕量化 我們在12點之前就會結束 比較會是以程序上的說明 然後以及現有機制的說明來作為主軸 那剛剛有說我們其實花蠻多的力氣跟人力 就是在做一些公開透明的部分 像是逐字稿跟整場的錄影紀錄 那我們其實就是希望 就是用一些數位的方式也好 或一些創新的方式也好 來促進政策溝通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會希望可以做更多一點的公開透明 因為這可能是過去也許政府機關 比較為人所必病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可以去促成這樣子的改變 以及我們也會透過一些主持的技術跟一些工具 來希望可以擴大參與 那也先跟各位說明一下今天的組成 其實我們過去的協作會議可能會邀請 比較多元的厲害關係的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事前也有跟署內溝通過 因為我們知道這樣子的病友溝通的事情蠻多的 那通常會做一個比較分眾分群的溝通 那我們也知道不同的病友團體的狀況其實也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場會議並沒有廣邀非常多的團體 那我們知道年輕病友這邊的社群 過去可能跟署內的溝通相對沒有那麼多 所以今天的會議定位比較是說 健保署這裡跟各位這個社群 跟我們網路上有複裔的這個網友的社群 先建立一點初步的互信 那所以今天的定位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參與程度的範圍就化解在這個地方 那以及今天的會議之前 我們跟健保署這裡其實已經有開過兩次會議 那我們籌備的這個過程 籌備的會議也有足字稿上網公開 各位未來也可以查閱到 那之後的我剛剛講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每個月的約會也會去追蹤這場會議的內容 最後就是我們希望以意見的多元性來取代 不是說一定要動員很多人來 而是我們的意見有沒有多元性 來確保說我們可以涵容不同的意見 給各位看一下就是我們的協作會議 每一場的樣態其實真的都非常不一樣 那所以只是小小的介紹一下用一個影片的方式 說到故宮你會想到什麼呢 是翠玉白菜還是肉行食 或是餐在一起做空肉便當 你可能不知道 故宮可是名列全球前十二大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 館藏從新石器時代到當代的展品多達69萬件 近年來因為許多創意商品的結合 讓大家對故宮的文物有更多的認識 故宮北岸這邊每年有四百多萬人次的人入場 非常的多 多到我們票物幾乎沒有辦法複合的地步 第一個環節的改善就是票物必須改善 我們以前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說導入電子受到羈押 但是這些努力經常是局部性的改善 我們希望這一次跟唐霧政府辦公室的主要 可以讓我們更廣泛的收集到問題 跟各種不一樣需求的去討論出改善的方案 我想在全世界一流的博物館來說 這都是非常進步的一種做法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運用一系列寫作會議的方式 找了大家一起來討論需求 尋求問題的解法 這一種很多人一起討論到 從身份內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因為就是每個地方的聲音都可以 其實最後產出也相當的好 每個團隊他們的配合的地方 可能配合可能是八十 那接下來的二十萬 有其他的並沒有配合的地方 然後跟我們都集合起來的 idea 我覺得對於我們跟故宮之下的執行進化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些事情 以前會議大概就是蠻短板的做在會議室裡面 那但是在這個會議當中 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這樣可能有更多人來參與 或許對我們是一件好事 電子化 電子票物 可以說在世界各國館裡面都已經在實行 那故宮當然希望能夠追隨上 而且成為一個國際的一個標杆這樣子 協作會議過後 接下來的幾個月 故宮將開始打造新版的貨票流程 納入協作會議上收集到的成果 所以未來在各大通路或各種載具上 你都能使用到更國際化 更便利的故宮服務哦 好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的協作會議 然後今天也是我們協作會議的其中一種形式 因應不同的議題的狀態跟政策的階段 我們會選用不同的模式來進行討論 那因為故宮博物院也是我們行政院的二級機關 所以我們也有跟他們合作來舉辦這樣子的會議 那也很簡單的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過去可能處理過的樣態 包括比較像今天有一個行政程序 只是我們加入一點開放的元素 也可能是處理非常複雜的議題 那也可能把可能也許厲害衝突 比較強的人我們也放在一起討論 也有這樣子的議題 那也有一些是可能也許 未必是政府這一端的作為 而是民間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像是譬如說一些民俗上面 譬如說神租敬重比賽 這件事情它可能涉及一些動保的議題 跟宗教自由的議題 那可能是民間之間需要一些溝通的平台 我們可能就是搭建一個橋樑 也有這樣子性質的議題 那也有像剛剛故宮的這個買這個票券 可能是數位服務流程變得更好用一點 就是有不同的樣態 那很感謝各位今天來 其實是我們算是其中一種 比較像是說明會的程序上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創造出一個 也是不一樣的樣態的一個寫作會議 那我們有一個一貫的一個基本的原則是 因為我們的精神比較強調 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心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也聽別人跟我們可能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比較強調對話的過程 而不是最後的結論 所以我們的會議基本上不會有一個 我們至少我們辦公室不會有一個 要求說這個主辦機關必須要有 對今天會議的結論有一個強制的拘束力 我們是沒有這樣子的拘束力的 不管在任何一場任何形式的會議 我們都不會有這樣子的效力 我們比較強調的是那個對話溝通的過程 當然看不同的主辦機關 他們可能會有不同決定參財的程度 那只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推動的這套制度 背後比較希望是政策的過程 可以被充分的討論 好 那所以多元的工具背後有一些相同的精神 但我們今天還是把比較多的時間 留給我們今天實質上議題的內容 那就是待會會先由我們的健保署的代組長 來針對這次提案的議題 其實涉及的是我們有這個IO的要務 有一套他必須要走的程序 這個程序我想今天透過今天這個機會 跟各位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那這個簡報其實我們事前有做一些討論 如何怎麼樣比較好的呈現 那如果待會討論的時候 對簡報內容有任何的問題或建議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這個30分鐘之後 我們會再請這個醫藥品查驗中心的黃組長 來針對目前有一些病友意見分享的平台 怎麼樣去使用那他的效率是什麼 然後這個部分同樣的 我們待會在討論的時候 也可以針對這部分來給出一些建議 那如果到目前為止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可能就先請代組長 然後也是來到這邊然後來先為我們做簡報 各位年輕的病友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謝謝就是由病友社群這邊提出來 就是一些針對癌症名藥品給付的一個三大訴求 那也謝謝行政院PDI團隊的一個協助 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來做一個雙向有效的一個直接的溝通 所以我非常歡迎大家來參與這樣子的一個直接溝通的一個會議 那我想就是 我先習慣一下這個操作 就是今天在介紹整個癌症棉藥品的給付評估作業之前 我想還是花點時間 因為各位有提到預算的一個訴求 希望能夠編列充足的預算 也需要能夠加速整個給付的作業程序 所以我們會花點時間來說明一下 這整個程序在整個健保的機制裡面是怎麼樣在運作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針對癌症免疫藥品的給付的策略 在健保署這邊已經進行了一個評估的一個程序 跟我們的一個規劃讓各位知道 那接下來才是針對各位的三大訴求 我們提出我們要怎麼樣來回應各位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總額預算的分配 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每一年的健保的總額預算它會增加 那增加這個預算是怎麼樣來產出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每一年的話 衛福部會在一到四月之間 提出我們下一個年度的一個總額的一個規劃 它是一個草案 那這個會提到行政院的原則上是國發會來進行一個審查 審查作業 那行政院它會核定一個所謂的高推估跟低推估 大家可以看到這所謂的高推估跟低推估 那這個低推估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新增的總額它會達到低推估 不需要協商 那是什麼樣的因素成長率它不用協商呢 那就是人口的年齡結構的變化 它是越來越老化 然後人口的成長數不同年齡層的一個人口成長數 還有一個是醫療成本的增加 這個不需要協商就會達到這樣一個水準 就是低推估這個成長率 那高推跟低推估之間就要協商了 就要協商 那它協商什麼 它就是一些新增新藥的預算 新特材的預算 還有新的醫療服務的預算 還包括新藥如果擴增給付範圍 或者是一些急重症的一個診療 它怎麼樣是增加醫師的報酬部分 要協商 那協商是由誰來決定呢 健保會來協商 健保會來協商 到底低推估到高推時間 費率要定在哪裡 對不起不是費率 所以是新增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成長率要定在哪裡 那成長率要定在哪裡的話 那哪些服務呢 要分配多少金額 就在健保會來協商 那健保會又是什麼樣的一個組成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半 紅色的一半就是健保的付費者 20名 那包括被保險人代表 雇主代表 那還有一席的政府代表 那這一屆的被保險人代表裡面 有兩位的病友代表 有兩位的病友代表 那這是付費者的部分 另外一大塊次大塊 就是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 那接下來是學者及公正人士 跟政府機關 那這個健保會呢 它要協商 到底它的成長率要落在哪裡 那可以想見的就是付費者代表的話 希望用最少的總額 達到最多的服務 它會壓低 那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話 它想要增加成長率 所以高推庫到低虧之間的話 它要那個 就是它要決定的就在這一塊 高低推庫之間要定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 109年的話 低推庫是3.708 到最後核定是5.237% 5.237% 所以每一年的新增 可以協商的額度 大概在200億之下 它100多億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可以增加額度很有限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想最近整個報紙的討論 就是說健保的支出 症保的支出 就是快讓基金它見底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用民國85年 就是健保成立後的第二年 85年到108年 每一年的平均成長率來看的話 保險收入是4.2億 保險的成本是4.8億 所以平均有0.6%的一個落差 它的落差就會讓一些儲備的基金 健保基金開始見底 那大家可以看到是在105年的時候 一開始的話 紅色藍色還交叉 還持平 到後來就開始慢慢拉開 因為在105年的時候 健保的費率有調降 那補充保險費率的話也有調降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成本的紅線 就遠高於藍線 就開始拉開了 我想這是為什麼最近大家提到 健保的費率為什麼需要被調整 我想這個部分先讓大家知道 就是支出大於收入 那這邊的話大家看一下 我想大家關切的是 癌症的醫療支出跟癌藥費用的支出 那大家可以看到 用103年到108年 總共6年的時間 他可以看到健保的總額費用的成長率 平均年長率3.75% 但是癌症醫療的費用的話 他的成長率的話是7.20% 過去6年的平均長老率是7.24% 那癌症病人用的癌藥費用的話 是10.68% 所以成長的成長率的話 是遠高於健保的總額費用 那癌症病人說 他從61萬到108年是71萬 成長率的話是4.52% 我想先讓大家知道整個 包括癌症病人總體的醫療費用 跟所有的癌症病人用的藥費的話 成長率是比總額成長率要來得高 那現在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關切的是癌藥的費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張投影片 就是說目前癌症病人所用的癌藥的費用 這應該是癌症病人所用的所有的藥費 所有藥費的支出佔所有疾病別的病人的藥費的話 我們健保現在是2000億 2000億的藥費全部 中藥佔一點點 大部分是西藥 2000億的一個藥費 總藥費 那癌症病人他這邊用的藥費的話 427佔率大概五分之一 那如果看108年 大家關切應該是108年的話 所有疾病別的新藥的費用 當年108年收載 所有疾病別的新藥費用 跟癌症新藥費用的佔率 大家可以看到 癌症新藥的費用已經佔到63% 63%佔率非常的高 因為癌症病人的話的確 就是一個迫切性的需求 所以新藥的部分的話 在健保這邊的話 就是像李書長講的 就急重男孩的疾病的話 我們要希望能夠妥善的照顧 那大家看到 那癌藥的費用是花在哪些的一些藥類類別 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就是標榜 它昂貴嘛 所以佔率將近六成 如果再加上我們還把癌症免疫點 它減加點Io區格出來的話 是2.2% 所以佔率將近六成 是花在最昂貴的標榜跟Io的部分 而且Io的話 它我們現在已經把它獨立一個類別 獨立一個類別 那大家再看 就是到底台灣的癌藥的可見性 到底有多高 這邊的話是用那個國際的那個 就是統計期刊 它做了一個分析 它是比較全球的一個國家 它簡單的講就是說 它是用2013年到2017年 他們在藥證單位核發的許可證 那到2018年的時候 就是在保險單位已經給付的 還有就是在兩年裡給付的話 的一個戰率 這兩個 淺藍加上深藍之後的戰率來看 只有50% 超過50%的國家 是到只有9個國家 那台灣 台灣的狀況 我們用的時間 有點時間差 那當然 有點時間差 這是2014到2018 那我們比較到2019年的話 到健保引擎給付的品項的話 是100個 戰率是68% 那大概 這個部分有點差異 就是年度的統計 跟各國藥證單位 它核准的許可證有點差異 但是如果是看戰率的話 看戰率的話 台灣的話大概是在第六名的 那個加拿大的部分 大概戰率的話 接近60% 60% 那超過50% 那大家 大家來看一下 健保的新藥 他是怎麼樣來做審查跟給付 我想這個部分 先讓大家有個蓋鍋性的一個了解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健保的西藥的給付品項的話 達到1萬6千項 這裡面包括專利期內的新藥 跟專利過期的 的一些 原廠藥跟學民藥 那中藥的單腹方加起來的話 也接近1萬項 那大家會問說 那是怎麼樣來經過整個程序呢 健保來怎麼樣經過他的給付跟審查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的話 案件 廠商送件之後 會經過CDE的HTA評估 CDEHTA評估的話 就是 一個科技評估的話 重點就是在 藥品的成本效益跟他的財務衝擊的部分 然後他會經過兩層的一個討論 第一個階段是專家會討論 是非常專業的專家 專家的討論 就藥品的醫藥的專業來討論 接下來是共同擬定會的討論 這裡面就是一個協商機制 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健保從102年之後呢 他的整個機制 因為他是總額 全球的話很少有實施總額預算的國家 因為他總額一旦定了之後 全部的費用就在這裡面去做原資 所以他是全部都是用共同擬定 共同討論 共同協商 然後共同決定 這樣子一個精神來做一個 做一個藥品跟特材 還有醫療支付的一個討論 所以都會有一個叫共同擬定會議 那IO的話呢 我們史無前例針對一項的藥品 而且是一項的做藥理作用激轉的癌症藥品 我們另外在專家會議前 專家會議前還多了一個IO的評估會議 那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的好處在加速評估 加速評估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隨時會根據本土的資料 跟國際的資料來做評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那大家看一下 就是癌症免藥品這個評估會議的組成是什麼 大家會問說那是誰在做專業討論 那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專家會議的 臨床總流醫師 而且我們必要的時候還會 邀請病理專家跟藥品專家 還有藥物經濟學家來做討論 因為在IO這個藥品的話 他會有一些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檢驗 需要病理科醫專業的貢獻 然後每三個月召開 那三個月每三個月召開在開什麼呢 開的就是我們會 因為在台灣的話IO的藥品 我們有個登錄制度 因為我們要收集這些藥品 他真實使用的一些 一些使用的數據來做科學性的評估 那我們也同時收集各國 各國也有 real world evidence的 real world data 這些IO藥品的real world data 還有這些IO藥品 他繼續做了臨床試驗 他繼續做了一些臨床試驗的數據 還有我們三個重要的指標國家 包括澳洲加拿大跟英國 這些都是有實施相對 不管是醫療保險或者是 國民健康服務這些國家的話 他們也有很強的一個科技評估的一個組織 所以目前這三個國家是各國的一個參考的指標國 對於IO藥品的推薦的程度 所以這個會議的話 他是每三個月定期召開 到現為止每三個月定期召開 那評估什麼呢 評估說我IO的藥品要不要進一步擴增它的幾乎範圍 或者是沒有效率藥品要限縮它的幾乎範圍 限縮它的幾乎範圍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經費怎麼樣管控來做個討論 然後呢 後續就會到我們的專家會議 後續專家會議的話 大家看到他的組成還是一樣是非常專業 就臨床的醫生跟藥學專家 然後機關代表 這個是專業的一個討論 然後接下來就剛提到的 目前健保不管是總額預算 或者是藥品特材 或者是醫療服務 手術這些醫療服務都是共同領定會來決定 他就是一個共同協商的一個機制 共同來決定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就是主要的話 在各層級醫院跟專家學者以外 就是被保險人的代表 被保險人代表裡面包括消極會 產業跟職業總工會還有雇主代表 那目前的話 這個共同領定會也是每兩個月召開 那包括這裡面列席的包括 藥界的三名代表 因為他是藥物提供者 那還包括病友團體兩人 病友團體兩人 參與這個會議 那病友團體的意見的表達的話 非常重要 所以在104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建立了新藥跟新特材的意見分享平台 那藥品的話是以重大傷病的用藥優先推動 然後特材是以創新 是以那個手術植入物 創建藥品 那是這意見分享平台的話 就是由廠商 像癌藥的廠商 如果他要進入健保的話 我們會請他PO300次的一個訊息 我們內部看過之後 放在這個意見分享平台 讓病友能夠看到 病友能夠看到 那病友怎麼樣看到呢 等一下那個黃麗英組長 應該會做個更詳細的一個分析 就是他只要有登錄 有這個需求的話 他就會收到這些訊息 那另外在105年的話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就是病友參與健保 病友參與的一個 納入健保幾乎決策作業要點 那這個作業要點的話 就更進一步去提到 病人意見分享平台 怎麼樣的一個使用規定 還有就是說 在藥品共同寧定會議 如果他有再次 就是比如說被否決的案子 然後後來他又再次 希望再提到 共同寧定會議討論的話 那這個時候 可以請病友團體 有兩位代表列席 那剛剛也提 已經說明了 就108年5月的時候 我們也修訂了 藥給付項目的一個支付標準 那有個共同寧定辦法 讓同意有兩位的病友團體 能夠列席參與共同寧定會議 那病友團體可以用舉手 或者是應主席要求來表達意見 那現在要跟各位說明 我想大家可能會想說 健保跟藥品的許可機關 食藥署到底 這兩個單位 他的區隔 對藥品的看法 跟他的審查的重點 到底是什麼 大家會提出一個想 會想要了解 我想這部分非常的重要 對於台灣的TFDA 食品藥管理署 跟各國藥證主軟機關 他在核准一個藥品 要給證的時候 他第一個要確定這個藥品安全 第二個就是他的有效性 他要有藥效 有藥效 他的比較品可能會是 就是他會選個比較品 可能跟所謂的安慰劑比 或怎麼樣 反正會有個對照組 那另外就是品質 那對於健保 健保 健保署 或者是共同寧定會議 跟專家會議 他們想的是什麼呢 對各國的保險單位 他們要想的是說 這個藥品他來申請建議 那到底他比我已經給付的藥品 已經給付的藥品 是藥效差不多呢 還是更有療效 接下來呢 針對這個療效 我要付多少的藥費 來付費 就是成本效益的問題 CP值的問題 接下來的話 就是財務衝擊 如果一個病人 他延長一年要兩百萬 那一百個病人 一千病人 對健保財務衝擊是多少 所以就從一層一層的 這樣子來討論 那剛提到了 就是說 健保署他不是個決定機關 他的第一關是專家的評估 第二關的話 就是共同理定會議 因為他是一個總額 所以他就是一個協商跟討論 共同決定 我想他有這樣子的一個精神跟機制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癌症免疫藥品的 我們的整個幾副策略 在台灣的幾副策略 我想大家都理解 癌症免疫藥品 Io 我想應該講的是 特別是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這個Io這個藥品 大家可以理解 他的開發中的適應症很多 很多 因為他是啟動人體的免疫系統 來 所以他照理講 他應該會對 比較多的一些癌別會有幫助 我想 這個是開發中的適應症很多 那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他也不是所謂的target therapy 因為他現在生物的標記都不敏感 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OK Io的話好像對兩層的病人會有藥效 可能還有比較很好的一個藥效 但是這兩層病人 怎麼樣找到 目前沒有很好的一個生物標記來找到 那 當然 合併療法 合併療法趨勢的話 現在正在各國在積極在研發跟開發 那不管這邊可以看到 不管是Io合併化療啊 標靶 或者是Io對Io 或者是Io對細胞治療 或者是 任選其中三個四個 都在研發中 但是 根據我們收集到最新的 就是一些醫學專業單位的期刊 跟醫學會議的結論 對Io combination 的一個治療 他的評估 第一個就是說 理論上應該是可惜 應該可惜 而且 但是進行中的一個臨床研究的話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失敗多於成功的案例 那 因為他有些作用基準 或讀性基準 相同的話 要避免他的重疊的讀性 那做重要的結論 需要更多嚴謹的科學數據 來佐證 他是有臨床效益 而且他的使用時期 到底在一線二線 還三線會比較好 還要謹慎選擇 他的一個使用時期 那 我想 這個第四點 就不用再多說明的話 他的費用就是 單價是非常的高 單價是非常的高 因為 他的 因為合併的藥品本身 標靶板就昂貴 所以他合併之後的話 當然更為昂貴 當然是更為昂貴 那 那 這邊要說明我想 大家都會期待 都會期待 就是說 月薪的藥 是不是能夠更有醫療效益的話 會帶來更多的希望 帶來更多的希望 那這邊的話 我們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目前的話 各國的藥症主管機關 他們現在認為 癌症的藥品 癌症的信用的話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醫療 沒有滿足的一個缺口 要加速來核准審查 滿足病人的需求 所以各國藥症主管機關 他採取加速審查的做法 那就是 會用一些替代的臨床 試驗的指標來取代 所謂的黃金指標 目前黃金指標 應該是用整體存貨區 所謂overall survival 但是他們開始用替代指標 短期的來看 那就是用無惡化存貨區 來取代gold standard 那個整體存貨區 這是他能夠加速的一個做法 第二個做法的話 就是說 臨床試驗的少數 少數的病人 少數的病人參與 這病人經過嚴格挑選 他覺得 在這個少數族群的話 他認為在臨床試驗的統計 醫學上是有異議的差異的話 他會讓他核准 但是核准之後 用在大量的病人 這些病人可能還有 核併有其他疾病的病人 還有多數的病人狀況下 是不是能夠真正 所謂有同樣的醫療效益的話 那這個要靠真實世界數據來確定 真實世界數據來確定 所以大家會一直聽到 real world evidence real world data 他其實很多都用在癌症新藥的部分 因為各國都 各國的藥症作染機關 包括TFDA 都是採取加速核准的一個做法 那 那加速核准藥品的話 那到底他上市之後 他到底要怎麼被驗證 到底是能夠真正展現他的一個效果 在2017年的英國醫學期刊 他剛好做了兩篇的一個研究 兩篇研究 剛好拿的就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兩個藥症發證的機關 藥品的許可證核准機關 就是USFDA 跟歐盟的那個歐洲藥品管局 EMA 那他們都用兩 剛好都是用五年的期間 時間有點時間差 但是這種五年 這兩個單位 他們在核准藥品的當下 是用的是什麼樣的一個 核准的一個參考 他是說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 意思應該用的就是 所謂的替代指標核准 大概剛好這兩個單位都用 相近有六到六成左右 接近七成或 差不多六成左右 反正六十是用所謂的替代指標 來快速核准 那在後續的觀察的 將近平均中位數在五年的期間 他發現只有大概15%的話 發現比只有15%的藥品 這些新藥品 既有的治療藥品 也可以延長存活期 就是比較有效益 這是一個客觀的一個數據 那我們台灣當時 去年我們在核准IO藥品的時候 其實在各國的話 都是一個非常吸引的藥品的話 我們採取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採取的做法就是跟各位期待的 那就是超前部署 那我們一口氣呢 就是核准的IO三個藥品 三個藥品 那八個癌別十一個心靈症 一口氣核准 那其實在專家會議上 有一個激烈的討論 他們會認為說 一些後線的癌 八個癌別裡面一些像 一些像胃癌肝癌的話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後面的一些癌症 八個癌別排序的話 其實一些後面癌症的話 他們覺得應該要更多的科學數據來證實 而且在三個指標國裡面 也都沒有推薦要進入給付 但是當時的健保署 健保署這邊的話 在內部評估的時候 理屬上有想到 八個癌別的病人 他們都需要能夠獲得最好的照護 所以我們採取的做法 那就是超前部署 但是呢我們用科學的數字 來做後續的滾動式的一個檢討 用這樣的方式來 來讓病人能夠即時獲到給付 那所以我們在病人使用條件的時候 剛有提到 就是biomarker insensitive 所以呢 生物標記不是很敏感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最簡單的 就是讓整個病人使用條件 回到當時他臨床試驗的條件 他們是怎麼選舉病人 怎麼樣要求一些檢測試劑的話 我們就怎麼樣去要求 所以就是回歸到這些臨床試驗的一些 指標的一些臨床試驗來要求病人使用條件 包括PD-O案條件 跟一些伴隨式檢測的要求 那其實IO藥品它有一個特性 IO藥品的特性 因為它是啟動人體的免疫功能 所以病人的體能不能太差 要不然他根本啟動不了 所以當時的話 我們會有要求病人身體狀況要相對良好 那肝腎心肺功能的話都要符合條件才用藥 因為整個支援真的是還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有效的病人的話 我們先讓他們能夠用藥 那其實在後面的話 我們也針對這個 目前我們其實在藥品的登陸座位裡面 吸乾用藥我們要求登陸 那另外一個就是針對IO的藥品 請醫師來登陸 醫師來登陸病人的IBA 跟他進行檢測的結果 生活標記檢測跟它的一些效效 它的藥效跟副作用 那剛提到的 我們八個癌別 遠遠超過三個指標參考過 我們全部一口氣納入給付 但是我們透過後續的科學數據 來做一個評估 然後讓整個給付的效益達到最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癌症免藥品從去年4月給付到 今年11月25號 總共已經核定了將近2800位的病人來使用 那其實在八個癌別裡面 我們最近又多了一個默克細胞癌 默克細胞癌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剛有提到政治世界的一個數據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是用 如果是用109年6月30號當作一個切點 切點來評估的時候 我們看到出核同意的病人的話 是2235人 然後有申報 他出核同意不見得會立刻用藥 所以1988人 那1988人的話 有些人他才剛開始在用 或者是有些個人他才在申付 那我們進入評估的是 已經核定可以續用 因為我們三個月會評估病人有沒有藥效反應 如果是SD的病人的話 會再多延長幾個月的評估期 然後再繼續用藥 所以我們針對已經核定可以續用的病人 跟已經填爆肌安的病人的話 來做個分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最重要就是說有部分反應 或者是完全反應 完全反應的病人的話 CRPL病人的話占16% 然後成疾病穩定態 SD的病人的話是佔6% 所以整體加起來大概兩層 兩層的病人 那在其他絕大數的病人的話 他可能就是已經死亡或惡化或加速惡化 那有些是因為沒有辦法耐受毒性 就已經不再用藥 所以這一塊的話就是 在核定可以續用的病人的話 是在 就是如果區隔的話 是16%的CRPL跟SD的病人 將近整個加起來是差不多兩層 那如果是用 就是整個疾病控制情形 所謂疾病控制情形 就是疾病穩定 再加上完全反應 跟部分反應的病人 全部加起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深色加淺藍色最高的話 目前的話是那個典型 和解是 和解 近視淋巴流 淋巴流的部分 那如果只看CRPL 就是有 所以有客觀反應率最高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深藍色最高的話 目前是密尿道上皮來第二線 第二線 這是我們看到政治世界的一個數據 然後 在安全性報告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免疫相關不良事件 如果用 用八個癌別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比率最高的會是落在 那個第一線的非小細胞肺癌 非小細胞肺癌 3.6% 那如果是因為其他的 無法忍受副作用的話 那這一塊的話 一樣是非小細胞肺 占4.7% 現在目前是最高的 目前是最高的 目前是最高的 這個就是 我們在健保署看到的一個 真實世界的一個數據 那 所以在 今年2月的時候 將近 將近 IO給付一年 將近不到一年了 但是在 因為我們是三個月 滾動式的一個評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藥物共同擬定會裡面 剛剛提到的 共同擬定會裡面 包括付費者代表 跟醫界代表 共同協商之後的結論 就是有效益的健保再加碼 針對IO有效益的健保再加碼幾步 那沒有效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廠商用療效還款的方式 來減低健保的一個負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有效益再加碼 所以對於有療效反應者 有PR7R的病人的話 我們從一年延長為兩年 那進一步放寬 蜜料到上皮癌正功能的一個限制 那對於反應率較差的 胃癌肝癌的話 我們暫停給付新的個案 新的個案 跟廠商進行療效 以療效還款方式來進行協商 但是已經用藥病人的話 可以繼續用藥 繼續用藥 我想這個就是在 藥品共同擬定會 大家做出的一個結論 那我們的配套說 是健保所能夠做的配套說是什麼 那胃癌跟肝癌病人 還是有它的需求 所以我們也 在這段期間 我們也給付了標把 標把胃癌的話 增加HCeptin的標把 那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LongServe 跟L同樣列入第三線的 LongServe的這個 Kemotherapy的藥品 那肝癌的話 我們也多增了一個 Lavima 就是肝癌的標把藥 就是我們讓病人 這兩個癌別病 還是有其他的標把藥 可以加以選擇 那在精準 剛提到就是說 怎麼樣找到精準病人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讓PD-L1的檢測試劑 檢測費用的話 健保納入給付 病人不用再自費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跟國務院 還有野勤廠商 能夠發展更精準的 去找到有效病人的族群 讓整個資源能夠灌注到 最有效益的病人身上 讓整個給付 達到一個正向循環 那接下來的話 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關切的 就是在病友設計方面 的一個三大的訴求 我想可以理解 大家希望能夠 是不是能夠 預算能夠超前付出 那第一個就是說 一個 是不是能夠讓給付條件更為合理 讓病人能夠 有更高的一個存活的一個希望 那另外就是說 針對整個合併療法 這樣一個趨勢的話 健保到底怎麼樣去做一個因應 我想這個部分是 病友申請這邊的三大訴求 那我們這邊的話 回應方式的話 就是我們從 今年11月就開始了 預算的編列 我們要怎麼知道 未來 其實健保署的預算編列 是早於兩年 所以它會兩年的時間差 所以我們能做的 那就是從 今年開始11月 已經要求廠商 針對未來 兩年內 會到健保署來申請 申請的新藥 或者是擴增幾部範圍的藥品的話 請他們先來登陸 登陸它的品項 登陸它的藥費 跟可能的財務衝擊 那降化的好處就是說 像我明年 我明年4月前 我現在已經要開 我今年是 現在是109年 我現在已經要開始去變 111年的預算 所以這個時候 對我們來講 這個很高的難度 所以為什麼說 我要採取登陸 讓你來登陸 這樣的話 我才能夠超前部署 讓整個新藥的預算 能夠盡量貼近 未來的一個藥品的需求 那另外一個就是 跟藥界的一個MBA的協商 藥品給付協業 Manage Entry Agreement 這個協商 可能大家都會聽到 或者是沒有聽過 他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讓健保署跟藥劍 能夠做一個好的協商 那這個好的協商是怎麼樣基礎呢 就是說對於廠商來講的話 他們希望 健保能夠給一個好的一個檯面價 Leasing price 為什麼呢 因為各國都會採取跟台灣的做法一樣 都會去參考其他國家的 健保的合付價 或者他們的公部門的一個買進的價格 那所以廠商需要一個漂亮檯面價 但是他願意用一個比較低的檯面下的價格 就是Net price提供給健保署 這要協商 那協商的部分的話 目前我們健保署這邊已經 可以繼續運用兩種協商方案 一個是依照療效結果 基礎的協議方案 一個是用財務結果 也就是簡單的discount 或其他的方式來做一個協商 那他的精神就是怎麼樣跟業界合作 用最合理的價格買到最好的一個藥品 我想這個就是健保署這邊努力要做的 那大家會提到 就是說希望能夠進一步放寬幾副條件 所以剛剛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除了在健保這邊 超前部署 我們每三個月會去看 real world的data 去做real world evidence的一個評估之外 我們就是在每三個召開的IO的會議裡面 很少見我們針對一個種類的一個癌藥 而且是某個治療基準的藥品 我們還每三個月召開IO的評估會議 那這個評估會議的話 我再說一次 再做一次說明 就是說他除了用本土的資料 還去參考其他國家的資料 其他國家的real world的data 還有這些IO的藥品 在家國家進行中的臨床試驗資料 還有各先進國家的醫學會 美國歐盟的歐洲的醫學會 癌症醫學會 對於這些癌別的一個推薦的狀況 跟我們健保 健保署所參考的三個重要指標國 澳洲 英國跟加拿大 他們的建議的狀況來做評估 來做評估之後決定 整個給付的範圍 到底是擴增或是線索 那所以他就是我們希望這個是一個 一個正向循環 就是說好的產品 好的有效的癌別我們放寬 我剛剛提到五明真家零默細胞癌 那另外呢放寬有效的病人放寬要給付條件 剛剛提到就是有癌效反應的話 我們延長給付的時間 那就是SD的病人的話 原來是3加1個月的評估期 我們變成3加3個月的評估期 就是說病人可以在至少用到半年之後 我們再評估他的藥效反應 那另外就是放寬密藥道上皮癌的 正功能的限制 那今年的預算 一開始是8億 今年是8.4億 那明年的預算的話 現在等待就是衛福部做最後的核定 我們也會新增預算 那剛剛提到的佈局 合併療法的部分 我們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合併療法的趨勢 我們也在收集各國的一個 一個最新的學界的一些 他們的評估 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 參考主要三個HTA的指標國 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他們的一個給付建議狀況 那就是剛剛提到了 就是每三個月會召開IOW的評估會議 滾動式的一個來檢討 那對於癌症病人的一個給付的話 我們就是以病人 以病友的福祉為核心 用藥需求跟用藥的照護為核心 那在健保 健保能做的就是怎麼樣來加速 收載治療缺口的新藥 那以真實世界的數據 科學的數據來做評估 然後盡量跟國際接軌 那跟醫界合作的話 怎麼樣跟一些精英的一些醫師 因為有些醫師的話 他的會有一些口碑 所以我們會找到一些有口碑的醫院 有口碑的醫師 他們是怎麼樣來治療 病人來建立一些健保的一個 一個用藥的一個指引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說怎麼樣跟 商保 讓商保能夠不餵健保 這一塊的話 在理事長這邊的話 也跟 也跟那個財政部金融保險局合作 怎麼樣跟 希望他們能夠盡量推出那個 就是所謂十字十步型的商保 這樣的話才能真正的能夠不餵 不餵健保 不餵健保的需求 那這樣的話就是讓病人的照護 能夠達到最佳化 我想就是健保現在目前正在努力的一個目標 讓各位都能夠指導 那今天我的報告就到此為止 等一下歡迎大家來提問 討論 謝謝 好 謝謝主長 那可以請主長先回座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要請 剛剛主長有講到CDE 就我們的醫藥品查驗中心的黃主長 來接下來為我們做 並有意見分享平台的一個介紹 那很感謝主長剛剛針對 就是不管整個大的預算 健保制度 然後癌藥目前的一些資訊跟背景 然後還有既有的行政程序跟一些訴求的回應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稍微 可能用大概十分鐘以內的時間 然後來 又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會議稍微有一點點拖延 所以可能速度稍微加快一點點 好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並有意見分享平台的一個介紹 今天報告的這個內容 如果涉及到政策的方向和法規的解釋 應以這個主管機關的指示為主 那今天我報告的大綱 會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請容許我先簡要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HTA是什麼 再來的話我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並有在整個健保藥物 給付決策過程的一個參與的這個機制 好 那HTA是什麼呢 HTA評估的是什麼 它主要在我們團隊的話 我們會用一個系統性的方法學 來做所謂的這個資料的收集 並分析大數據 將這些數據重整之後 要回答上面的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新藥新科技 是用在學生上的 然後目前健保已經給付的這些藥品 或者是科技有哪些 那另外的話呢 新的治療有比現在的好嗎 好在哪裡 好多少 這也就是所謂的相對的療效 那有這樣的數據之後 我們就要來思考說 我花這麼多的錢 多花了這些錢 來買這些新藥新科技 所帶來的這個價值值得嗎 這就是所謂的一個 成本效益的一個概念 最後的話就是 非常的現實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將來 要納入給付的時候 我們負擔的起嗎 這也就是所謂的財務的影響 所以醫療科技評估就是在 用一個系統性的證據 和資料的收集和分析 來回答上述的問題 提供給決策者 他在進行決策的時候 一個參考 那為什麼病友的意見 是非常的重要的呢 病友的意見呢 就是補足 這個可以再 好像 沒有 沒關係 我想要說明的就是 病友的意見呢 就是來補足上述的 這個資料的一個缺少 為什麼呢 因為病友的意見 他長期在跟這個疾病 來做一個共處 所以呢 在臨床的試驗當中 無法去呈現這樣的資訊 那或者是說在照顧者 他在照顧這位病友 他所 對於這個新藥 新科技的期待 其實在目前的實證 這個 所謂的RCT身上 是沒有辦法去發現的 那因此在整個 決策的過程當中 病友的意見 就可以補足 目前實證上面的一個缺口 好 那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會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病友在這個醫療 在這個健保的給付的 這個參與的機制的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並有意見分享的平台 再來是 兩位病友代表可以共同的 來參與這個 這個共同理訂會議 好 那在這個 二代健保之後 在健保署這邊 積極的這個支持 還有就是 協助之下 就是設立了這個 並有意見分享平台 那後續的話 財政中心協助健保署 來辦理相關的意見的匯整 和推廣這個平台 另外做相關的宣導的活動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收集到很多 並有團體 並有 這個 針對這個平台一些反應 包括這個平台的一些 資訊的 方式的期待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鼠方的支持之下 我們財政中心也進行了相關的研究 然後提供這些意見 還有就是協助相關專家的會議 把這些意見交由 鼠方這邊來參考 那鼠方也非常支持 在今年也針對這個平台 進行了相關的優化 所以各位目前在網路上 可以搜尋到這個平台 是在優化之後的這樣子的平台 那怎麼樣來登錄這個平台呢 首先再請各位到這個 健保署的網頁的主題專區 然後按到這個 並有意見分享平台的這個位置之後呢 搜尋到我們要提供意見的這個 新藥新科技的品項之後 按入意見分享的這個按鈕之後 就會請各位來做註冊 或者是直接登錄相關的意見 那第二步驟的話呢 當登錄平台之後 就會請病友 或者是病友團體 或者是照顧者 在針對這幾個問題 表達您的意見 那這幾個問題有包括哪些呢 包括你在這個意見的部分 你的收集的方式 還有你針對這個疾病 或者是現有治療 或是未來新治療 你的期待等等的這些 這個問題來提供你的 表達你的方法 那過去的話這些意見其實 我們在收集的時候 其實它非常分散 所以在新的這個平台部分 我們有提供一些就是資訊 協助我們填寫平台的這些朋友們 怎麼樣填寫回答這些的問題 好 那後續的話財政中心會協助健保署 來協助這些病友意見 那這些病友意見呢 後續就會放到這個 共同擬定會議的會議資料當中 來給各位委員代表來做參考 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放在這個 HTA評估報告裡面的內容 那HTA報告是公開上網的 所以在共同擬定會議之前 各位可以到健保署的網站上面 去下載我們的HTA報告 然後可以去了解一下 並有意見的表達 那這邊也會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當意見提出來之後 我們會整出這樣的結果 那過去也有一些 我們也收到一些回饋說 並有團體他在上填意見的時候 他不曉得他的意見被整理成什麼樣子 所以呢 在今年我們在中心 還有在健保署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辦理了所謂的 病友意見會前會 那這個目的主要就是 跟填寫病友或者是 填寫病友這些病友 或者是意見的這些團體們 告訴他們說 我們幫他們的意見整理是什麼樣子 或是有沒有充分表達 他們想要表達的內容 那另外在這個會前會部分 我們也邀請了 共理會議的被保險人代表 及兩席的這個 共理會議的病友代表人 一起來共同來參與 那這個會議 健保署的長官也會來這邊 一起來進行溝通 那這個目的除了 讓病友 填寫病友意見的這些代表們 知道說我們怎麼樣整理之外 也讓這些的病友團體代表 在會議上他們可以了解說 這個案子有病友意見 然後呢 他了解說 病友他想要表達什麼 以示於他在共理會議上面 做事實的這個表達 所以這個就是今年的 病友會前會的一個概況 好 那另外的話 除了平台的填寫之外的話呢 我們目前在整個 共理會議的部分 也有兩席的這個 病友團體的這個代表 那這兩席的代表 是怎麼推派出來的話 主要是由病友團體來推派 這兩席的病友代表 參與這個共同理訂會議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就是針對於再審議的案子 就是副審的案子 呃成於這個平台填寫意見的 這些病友或者是病友代表們 可被邀請到共同理訂會議上 進行十分鐘內的一個表達 所以眾上所述 在整個 在目前台灣 在健保署這邊積極的一個支持之下 我們目前台灣已經有兩個部分 可以讓這個病友在這個 整個決策過程中進行參與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 病友意見平台的這個填寫和表達 那當填寫完之後呢 CDHTA的團隊 會針對這個意見進行收集 然後並運用這個會前會的 溝通的方式呢 面對面的去了解說 我們意見收集的方式 的內容是不是符合 當時候 並有想要表達的內容 並且呢 可以讓這個 被保險人代表 還有 並有代表呢 了解這個內容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 兩席的並有代表們 可以參與這個 共同理訂會議 列席 然後適時的來去表達意見 那針對再審議的案件的話呢 並有團體可以 被 邀請到這個 共同理訂會議上面 來做檢要的一個說明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 緊要報告 目前 呃 並有在整個 呃 決策極致裡面的一個參與 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黃組長 那 我們 先請黃組長回座 那我們 待會會先進行一個 簡短的休息 那 謝謝黃組長 有針對 我們現在病友的代表 病友團體 在剛剛其實很清楚的說明 在前 HTA前 有一個意見收集 跟最後的一個共理會議 都有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待會的討論 無論是針對整個癌藥的整個程序也好 或者是病友團體的意見程序上 怎麼去做一些精進 都可以來做討論 那我想要先徵詢各位的意見 因為我們時間今天 稍微delay了10分鐘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休息到20分 就回來 就是我們可能把休息時間 稍微壓縮一下 我們就20分的時候 開始進行 綜合討論 那待會我們會在前面 那 休息時間就 呃 廁所在那邊 然後後面有茶水間 那就不好意思 好像各位很簡短的休息 那一起提案人 把我們的簡報放到我們工作人員這裡 沒關在 Roma 我就是要畫面 右邊 在房間 搬過 左邊 所以 我今天拍到他 過程 從我的雨 谢谢观看